次年7月 彰化秀水有一间印尼小吃店 老板娘煮东西的时候没有关闭瓦斯罐 结果引发了火灾 波及周边的5间店面 其中一间雕刻店业者提出了8500万元的损害求偿 但最后法院判赔830万 只是老板娘是离异的外籍配偶 担心抚养两个孩子 根本就拿不出钱来 熊熊大火吞噬店面 农烟只窜天际 这场大火发生在前年7月 经过调查起火原因是在附近的一间印尼小吃店 老板娘用瓦斯煮锅饭煮早餐 没有关瓦斯钢瓶 也没有关闭控制键 引发火事 周边有5间店复制已至 店里堆放大量木造品 还有佛具神教等等 业者提出8500万的天价损害赔偿 不过后来法院判者出炉 这个案子是只有财产的损失 并没有人生的伤害 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能够请求 精神未听之后原告也同意总和830万 小吃店老板娘是零婚外配 还带着两个小孩 面对天价赔偿根本无力偿还 对店家来说也是臭藏无门 判者下来根本说是判是800多万 根本你一毛钱也拿不到 其实你拿得到也只有一张债务凭证 我们是在谈的隔壁 把我们的房子也烧掉了 我是放弃在机器追求了 老板娘已经搬家 他至今只有赔受害者一人6000元的押金红包 后续830万的巨额赔偿金 恐怕也是遥遥无奇 加戴耳猫 张华报道